1992年小平南巡一个讲话说要发展快一些 我想我要再不去辞职下海的话 我就没有多少机会了 94年我就把会员的总部从山东搬到北京来 当初来的时候困难也很大 大家的精神老是提不起来 我就写了一个歌词叫赞会员的人 赞会员的人有啥不够一样 是因为我们都有这长夜彼此 从90年到现在在全国而是在我通常陆续的建设 每年就要把水果几百万多 我的梦想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合得上百分百分之处 创业没有什么可怕的 从我这十几年的经历看来 就是有很多困难 甚至呢第二天都不知道怎么过 但是到第二天醒来以后呢 有的这个困难就不是个困难的 你只有去勇敢地去施展 去创业 你才能够挑战你自己 那时候很多人说如果阿里巴巴能成功 无疑就把一个万灯轮抬到喜马拉雅山顶峰上面 我跟我的同事说 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万灯轮从山顶上抬到山顶下 别人怎么说没办法的事 你自己要明白我要去哪里 我们对社会创作什么样的价值 创业的时候我的同事可能流过来 我的朋友可能溜个泪 但我没有 因为流泪没有用 创业者没有退路的 最大的失败就是放弃 今天很残酷 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 大部分是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 创业者要懂得左手温暖右手 要懂得把痛苦当做快乐去欣赏 去体会 也才会有成功 赚钱是一种结果 它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目的 我就希望创作有真正 有中国人创办 全世界感到骄傲的 伟大的公司 这是我的梦想 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从小是个孤儿 五十块钱卖的一个陌生的家庭 创业之前 在原来的柔性加工期 干了十六年 从一个刷瓶子的 干到了副总裁 创业时期租了一间房子五十三平米 从我们家拉了一张床 拉了一个茶几 拉了一套沙发 刚起步的时候 收买的车被擦 人被抓 然后的话牛奶被倒掉 遇到坏蛋给产品投毒的时候 住眼泪最多的时候 因为这个行业 一头为牛鸣的小康 另一头为市民的健康 我们做企业 首先是做人 我自己有一句做牛鸣 就是小胜贫质 大胜靠 我觉得我心里 那么有一个目标 有十年的时间 有二十年的时间 我们把世界乳业中心的位置 定到我们中国 定到我们柠檬国 你如果想成功的话 你必须面对压力 你不能说我怎样去 回避这些压力 让使我事情做得更好 我比赛之前也有压力 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怎么说呢 如果没有压力的话 只能说明这件事 对你来说无所谓 相信自己 自己的能力 充分地做好准备 因为 真的 我有句话想说 也许这是一生中 最好的机会 但是 也有可能是 一生中最后一个机会 掌握你自己 所有可以掌握的东西 给你自己一个 最好的机会去赢 现在大家也许不知道你 就像十年前 大家不知道我一样 机会 转眼即时 努力不一定成功 但放弃 一定失败 你要有爱心 你才能成为一个企业家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以后 你多得去做一些 捐赠的活动 慈善的活动 如果说你一个企业 都这样去做 我想 国家建立 和谐社会的这种 长导 这个理念 会快的就会实现 2006年的4月23号 总理的强国 牛奶梦发表之后 我们感觉到 要去把牛奶 顺便没有见过 这个牛奶的孩子 拿到那个牛奶 让孩子流泪 看到他们的情景 感觉到我们来得晚了 如果一个企业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肯定干不好 走不长 费不够 赚钱不是一种结果 而不是一种目标 我希望阿里巴巴承担的第一社会责任 淘宝网 必须为中国创造100万的就业机会 阿里巴巴必须为全中国1000多万家中小型企业 扩大他们的收入 减低他们的成本 让他们有更多的创造就业机会的机会 如果我们诞生这样的企业 对世界有很大贡献的时候 那才是种快乐 投资人 选合适的人 选合适的项目 配合各种有效的资源 把它形成企业 这是一种新的机制 让大大的推动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 我们需要更多的创业者 我们需要更优秀的创业人才 推动我们中国 选更好一个开心的发展 一个中国 它不为中国青年人去创业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只有一个国家的企业家 对我成熟 我们国家的优伟在世界上 更让人看得起 创业其实无处不在 您在中国是个很好的平台 我相信您在中国的这么锻炼和拷打 不亚以五年十年的创业的经历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别人的分众 都想得到社会的任务 都想展现自我价值 那么创业的无疑是一条最好的道理 我希望我们今天涌在中国 我们明天是涌在世界 明天是涌在世界上